简易之下好一会儿没有听到路易的回应 惊吓是叹心地看了他一眼 那微醋的眉头让惊吓意识到自己方才说错了什么 惊吓叫习惯了路易为大人 哪怕是成婚后 除了某些时候的那句夫君 更多的时候还是大人 大人的叫怎么也改不了口 路易不想勉强他 也就由着他了 却是不喜他在自己面前总是卑职自称 他们是夫妻 又不只是上下属关系 提过一次后 惊吓便牢记于心了 惊吓懊恼捶了捶自己的小脑袋 自己方才真的是紧张过度了 这背指两个字 他怎么就顺口出来了呢 好了 本来就不聪明 再捶下去不得更笨了 路易无奈地说道 我怎么就不聪明了 还不是大人方才突然靠我那么近 我一紧张就懵了 将他的小声嘟囔听了一个灵清的路易 哑然失笑 这姑娘可真是傻得可爱 正想说天色不早了 让他也早些休息吧 再抬头就看到眼前的人正一连猛猛地看着自己 惊吓是真的有些应付不过来 记得当他刚刚认识路易是 京城有名的官家公子哥吗 好看是好看 但那一身的高傲外加自带洁癖的轻狂 是怎么都无法跟如今满目柔情的人联系到一块的 寂静的夜晚 两个人如此对视 更何况是彼此心爱之人 惊吓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或是说在期盼着什么 但想也不见路易有什么动作 只是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惊吓自我怀疑 怎么回事 难道之前是自己一会错了 他这是被他给耍了 路易拉着他宽衣 这个时辰也是真的该休息了 他倒不是想要耍他 只是自己醒来就发觉这姑娘情绪不对劲 转移他注意力罢了 他如今怀着自己的孩子 他还不至于针对他做些什么 有些事 还是以后再讨回来吧 惊吓有着陆一倒腾 直到扶着自己躺下 某姑娘脸上还有几分气鼓鼓的成分在 似乎在为刚才被路易的戏弄而生着闷气 心里有些不甘心 但内心更多的是失落 他前面这次公差去了差不多两个月 分别这么久 不说什么小别圣新婚的 在他心里 还是有所期待他能给自己一个晚安稳的 惊吓 路易不明所以地喊了他一声 不明白这姑娘这会儿又是什么情绪出来了 惊吓什么惊吓 是不是在他路易的眼中 自己就是这么好糊弄之人 小爷我也不是这么好戏弄的 惊吓说完 翻身而起 大胆的去做了他以为路易刚才想做但是却没有积蓄的事情 被自己夫人抢吻 这可是路易唯一一件对惊吓失散的事情 她的表情显然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路易不是不知道她就是一只只老虎 自诩看过各种画本子 说起胡话来也是想到哪里是哪里 但实际事实上 却是个极其容易娇羞的小姑娘 哪怕是成婚这么久 她垂涎路易的美颜毫不掩饰 偶尔沾沾便宜以示极限 再要她主动有个什么亲密举动 却是近乎没有 此刻心上人这么主动 路易一步好推开的不是 纸上谈兵的女不快 完全不得张法 不出片刻便想撤离 路易起会允许她聊完就跑 伸手揽住了落跑的人 路易化被动为主动 加深了她 次日的清晨 属于京城的冬日到处泛着凉意 许是解药入口 又过了一夜的恢复 路易脸色好了许多 悠悠转醒间 便察觉到自己胸前 那颗毛茸茸的小脑袋 路易暗笑 她这水姿也真的是没水了 挺着个大肚子也能如此不安分 不过这也不能怪惊吓 她体质未寒 路易常年习武 有个火炉字在旁 惊吓岂会不用 若不是肚子不方便 她恨不能整个人都扒拉上去呢 想着自己最近是假期 也不差这么点时间 还想说多陪她睡一会儿的 也不随意动 只是把被子扯上来了些 惊吓就醒过来了 刚醒过来的小人惊吓 还处在懵圈的状态 反映了一会儿 直接上手揉了揉路易的脸颊 弄得路易同样一脸猛 有话就说 有事就问 怎么又直接上手了 路易正在念叨两句的话 还没说出口 大人 你有没有觉得身子好一些 嗯 好些了 那赶快起来 我们去找灵异再看看 唉 看着她比自己都在意 路易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配合 以减少她心中的不安了 好看着她헹 好看着她的 要尽量 后面